欢迎进入iTraining美国地产学校insider小知识课堂 选择公司类型 您的企业的具体需要 公司最初选择的类型状态并非永远不变的 如果在以后的某个特殊阶段 您发现其他公司类型对您的生意比较有利 您可以转换公司 大多数的小型或成长中的企业 是从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C Corporation开始的 美国四大公司形态 Sole proprietorship个体户 C Corporation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S Corporation小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有限责任公司 Sole proprietorship个体户 是相对最容易创办 要求最低 适合个人创办的公司 只有一个企业主 企业主可以选择用自己的名字 或者挑选生意的名字 Doing Business Sense C Corporation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C Corporation是最传统公司成立的形态 个人资产受法律保护 不会因为公司的负债影响个人资产 公司有股东组成 股东必须根据股票数分得股息 C Corporation需要缴纳公司税以及个人所得税 申请方式较为简单 适合收入较小 或有多位合伙人的公司选择 C Corporation也不会因为公司的负债影响个人资产 也是由股东组成 股东根据股票数分得股息 C Corporation最大优点是 不像普通系C Corporation要公司和个人双重课税 C Corporation把营业利润或亏损转嫁到个人税表 对资予有限的小业主来说 C Corporation在税务上可能会是很好的选择 Limited Livability Company有限责任公司 该LLC是近年受欢迎新型的公司形态 由成员Members所称的 公司没有限制所有者的身份或人数 且公司的所有者可以是其他公司 个人资产受法律保护 不会因为公司的负债影响个人资产 如果您的公司将拥有房地产及无薪资产 LLC可能是最有利的公司选择 iTraining Real Estate School美国地产学校 期待大家的持续关注 点赞 转发 每周为大家带来美国最新资讯信息 采快地产知识 地产执照课程了解 可去到网站www.itraining.nyc iTraining与您一幕相伴 鱿娘 一切 told 那是 一切 词